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Enlightings Education 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s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美国大学排名里公认度最高的US News 这周刚刚发布了最新一年的大学排名 大学的排名与申请难度有多大关联呢? 申请季的同学们应该如何利用好各种排名 组合出最有利的大学申请名单 9到11年级的学生们又该怎么通过大学排名 制定出适合自己的规划路线呢? 今天的讲座的分享人是有六年大学规划和申请经验 并且也是我们的Senior Consultant陈老师 来给我们一一解答以上的问题 欢迎陈老师 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 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呢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三藩市 半岛 还有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 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大家如果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陈老师 开始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讲座呢 主要是关于college ranking 然后还有一些根据college ranking 来怎么样制定你的大学申请策略 包括说之前的规划 那今天会涵盖到的几个内容 首先一个是最近大概六天前 刚刚发布的US News 2021年的 最好的大学的排名 然后另外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一个 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排名 然后包括说一些关于排名的这个迷思 然后我们会介绍到一些 其实我个人还有content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其他的排名 很有意思 然后最后的话呢 是一些给大家的一些tips 首先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最最最最最新的这个US News 排名 那US News这个排名的话先大概介绍一下 是它是美国本土最老的 而且是用处用的最广的一个排名 所以每年它发布的时候都会引起这个大家的关注 包括说这个微信上面是被不停的刷屏 各种公众号 那美国自己他们的各大新闻里面也都会报道 这边截图是截到了一个前20的一个排名 和它的升降情况 其实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般来说连续的两年 如果你看的话 这个学校的排名的变化都不会特别的大 那今年的话它其实ranking的这个方法的话 它有比较有意思的话 一个是它的test blind school 进入了这个排名 当然这个也是可能是根据 这个今年的这个疫情的状况 你不可能说永远就 以后都不看这些test blind school 而且这些学校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有介绍到UC 那UC的话已经是慢慢的各大Canvas的开始test blind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今年的排名 它把这个学生的这个负债的情况 毕业时候的负债的情况放入了排名的方法里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因为你在看学校的时候 有需要尤其是今年的这种 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状况 是其实是非常需要去考虑到这个学生的这个负债的情况 和缓债的能力的 OK那这边的话另外给大家秀到了说是这个 这个UC的一个排名的状况 总的来说的话 除了UC Santa Cruz 降了13位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幅度 其他的学校多多少少都还在原来的水平之上吧 然后UC Merceda是进入了前100 那一如既往的是这个UC的两极分化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前40的这个学校里面 一直到Davis这个地方 再往后的话 你可能就要到这个80多的这个UC Riverside 那这个的话也是和它的这个排名的 这个建模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尤其今年的话 因为这个学生的负债情况被列入了 它这个建模的建模里面 这后面三所UC Riverside Santa Cruz和Merset 学生的这个借贷的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 OK那既然已经说到方法的话 这边的话就大概给大家 过一下这个它的建模 那其实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的是 US News这个ranking 它还是比较focus在这个academic上面 在学术上面 对 包括说它的这个毕业的比例 包括说它的这个undergraduate age 这个reputation 它的这个dequality resource 这几个都是它的大头 今年的话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刚刚说到的话 是因为这个我们把这个学生的负债的情况加入了这个建模 所以它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SAT score 学生的high school的这个ranking 包括说它这个校友的捐赠 在它的比例上面 在它的weight上面都有一些减少 当然这三个的话 其实也会 也是因为今年的这个特殊情况 而且它也要考虑到明年的这个状况 明年可能会比今年更混乱 因为有的学校test one 有的学校test optional 然后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特殊的状况 从它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也是在做一个尝试 对 那什么是同样的呢 就是刚刚说到的 这个US News在学术方面 还是非常非常注重学校的学术 也就是说学校的这个input 以前的话 US News总是被人说 很多人真的说 你们都不注重这个学生的outcome 这些 当然每一个排名 其实不同的排名 会有不同排名的侧重点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名的存在 那后面的话 会给大家这个介绍到这些 那今年的话 有一个新的排名出来 US News排了一个这个Computer Science 这个Computer Science的这个本科的这个排名 那这个的话 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综合排名的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它其实是靠这个peer review 比如说这个Berkeley 它可能会收到一个survey 上面让你给其他的这些大学来打分 当然这个排名其实并不是特别出乎大家的意料 那第一的话是MIT 然后第二的话是 Carnegie Mellon 那第三的话是Stanford 这个排名的话 其实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到这个专业 更多的一些专业的排名的一些细节 从这个排名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个专业到底有多难进 另外的话呢 今年的US News加了一个 Business Analytics的排名 就是这个 一个分析的一个专业 那这个专业的话 其实 最近这两年是非常popular的 Grath School 已经非常popular了 那在Undergrad的话 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很多Business的方向 它会加了一些Apply Math 然后加了一些这个Finance 加了一些这个Statistics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统的理科在Business里面的应用 那Business Analytics呢 这个专业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说 理科比较好 但是你又不是特别想去说 做一个纯粹的Math或者是Science 或者是做一个Engineer 对 那这个Business Analytics呢 就会很 其实会很适合 这个思想比较活 然后理科基础比较好的学生 因为这个专业对数学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应该说很高的 像有些学校 它可能会让学生学到高阶的这个Calculus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专业它其实对这个 这个Physics方面要求就不是那么高 那所以 其实对这个学生们如果对这个Science不是很感冒的话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另外的话 US News还加了一个特别加了一个Best Valid School 那这个的话相对之前的综合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综合大学的这个排名的话 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这个Affordability的weight更高了 那这个也就是说你要考虑到你的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不光是这个我付了学费 毕业以后你是不是负债累累 建议大家看一看这个Best Valid School 因为COVID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还是开始会考虑到说 这个学费啊 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OK 那介绍完了US News的这个Ranking以后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非常热衷于去看这些排名 每次一个排名出来以后 大家就会看说 哇 这个学校是Touch 10啊 然后我们为什么对这个排名这么敏感 那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心理学的因素在里面 首先一个是我们人的记忆 它在很多时候是把它分成这个用块状来记忆的 在这个块状里面 我们对这个我们对这种List 尤其是这个排序的List会非常的敏感 那在这个排序List里面呢 我们又会对这个5、10这样的数字 更加的有记忆一点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可能平常会说TOP 10 TOP 20 像刚刚给大家解到的是前20的学校 包括说前几年 那UCLA第一次作为一个公内学校挤进了前20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个大新闻 终于有一所公内学校进入了前20 然后包括说某一个学校 它从29到21的话 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它 但是它从35到29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说 这个学校居然进了TOP 30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排名非常的敏感 其实这是一个跟新的学有关的原因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去年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发的一篇文章里面 其实有写到比较详细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因为我们的网站上面其实会非常频繁的更新一些 跟大学申请包括说跟High School Student Life有关的一些新闻 继续我们的YRanking 那关于Ranking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有很多我们consultant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各种的问题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首先一个是不是Ranking越高就越难进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绝对的 首先一个 Excendence Rate这个东西在现在的US News Ranking里面 它是没有位置的 它以前有 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另外的话给大家放了两所学校Stanford和TUFTS 那Stanford的话 数一数二 但是它不是Top1 但它的录取率是最低的 那TUFTS的话 TUFTS是一个常年在20到30中间 大概25左右徘徊的一个学校 但是它的录取率非常低 大概14% 它可能比一些前20的 某一些前20的学校还低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它的排名并不是决定它到底有多难进的一个 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 大家刚刚其实也有看到说 它这个建模的关系 所以很多因素会影响这个学校的排名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不要觉得说 那可能Ranking比较低的就比较容易进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Overall和Major Ranking 刚刚我们有过到两个Ranking 一个是National University这个中和的排名 那另外的话是一个Major Ranking 那这两个排名你要怎么用 这边的话其实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Academic Interest 这个学生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话 还有另外是学生如果真的是比较偏Step的话 我会非常建议学生说去Explore这个Major Ranking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UCLA和尤其是CMU CMU CMU 它的这个录取率和它这个Major Ranking的这个直接的联系 OK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当你在做你的Schoolist的时候 Senior的Schoolist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的去Evaluate你的Major和School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着这个学校觉得说 诶 它的Overranking不是那么高啊 然后那我就选某某某Major吧 比如说UIC Engineering 但是UIC Engineering它的这个录取的情况 是完全和它的这个Schoolality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大家在做Schoolist的时候 和之前做Planet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一点 OK 第三点的话就是说 Higher Ranking等于Better School 那这个的话 不是 我觉得不是 因为你可能说这个某某学校在某一个公司 发布的这个Ranking上面 它是好的 但是当你的标准变了以后 你的Ranking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Ranking 因为 的确是Ranking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吸睛 刚刚也跟大家解释过了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痴迷于Ranking这个东西 那Ranking的话 有一些Ranking它其实是一个US News的改版 OK 它可能和US News的这个比例这个建模的会不非常的下下 它可能会改一些比例啊 然后改一些小小的一些数据啊 那有一些Ranking的话是它是非常的有创意的 非常的非常的Creative OK 有这些Ranking的话非常的有用 我觉得非常Handy 那接下来的话就会给大家介绍到三个不同的这样的Ranking OK 首先的话是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叫Money.com的Best Value 刚刚提到过US News有这个Best Value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 这个更符合我们所说的Best Value OK 那US News的话它只是把这个Affordability放在了里面 它们还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东西 但是这个Ranking List的话 它里面还有一些细节 但是这边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那这个Ranking里面的话 它的Outcome 它是有考虑到学生的这个Salary OK 它是考虑到Salary的 那Affordability把它单独提出来 这个你的负债的情况单独的提出来 然后包括说他学生的这个收到的Financial Aid 也在这个Affordability里面 Education的话 就是说他的这个Undergrad这个学术的情况 也被考虑在了他的这个Ranking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Ranking 更加符合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概念 OK 在这个Ranking里面呢 我们看的左边的话是一个National OK 那MIT、Stanford、Princeton 这三位是这个前三的 那最右边的话 给大家放的话呢 是这个十所最好的 就这种性价比最高的这个Public School Ew Michigan是最高的 Ew Michigan 大家其实很多学生都会 都会都会都会很 对它有一些兴趣 当然当然在最后在挑选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一个距离的关系 另外一个天气的关系 很多人就 就不去了 OK 那Ew Michigan和University of Virginia 这两个是排在前面的 那在我们所有的UC里面的话 UCSD其实是排在第一的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公立学校的前十 公立学校的前十的话 有1、2、3、4、5所UC 所以UC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对 那另外的话在这边的话 那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Kalpoly Kalpoly Kalpoly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喜欢学理工科的学生 作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个话是Money的这个这个一个Ranking 那另外这个的话就是一个PayScale的Ranking 那这个适合什么呢 你不是特别care tuition OK 这个这个Ranking的话 那它是没有把你的这个学生的负债情况 这个Financial Aid的情况放在里面 这个整个Ranking的话 纯粹是看你的Saler OK 那这个网站做得非常好的 其实它的一个 它的网站本身做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Ranking Page 你很方便的可以看到你想要的Ranking 你可以按照Degree来 你可以按照你的Major来 那这边的话呢 给大家截到的是一个Overall的一个Bath 那Haffey Mudd是一个Liberal Art School 但是它是Liberal Art School里面最最适合学这个Engineering的学校 非常小在洛杉矶 那第二个话MIT 第三个学校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第三个学校是一个Nurse OK 这个学校是一个培养Nurse的School 那这个学校的话 它还有一些专业是比如像Physical Therapy 这些Therapist的相关的一些专业 那这个学校是排在的第三 所以这边的话 大概是一个 这个Overall的这个Ranking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它的网站上面看看根据它的Major 它的Major分的还是比较细的 OK 那OK 第三个的话 给大家介绍的Ranking是Princeton Review 那Princeton Review 我们知道说Princeton Review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它的这个Test Prep 这个Amazon可以买到各种这个AP的书 SAT的书 ACT的书 都是Princeton Review 它其实不是一个Ranking 那它是什么呢 这个Princeton Review的386 Best 386 Colleges 是个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个书 它是做有书卖的 那这个的话它是完全依赖学生的survey 那在survey里面它会涵盖到各种不同的问题 包括到这个学校的方方面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学生的体验为主 如果我们的学生特别的注重 这个他自己的一个体验的话 这个Princeton Review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那这边的话 Princeton Review呢 它是没有一个Best Overall 不像我们其他这个US News 它是这个有一个Best Overall OK 它的每一项都是按照它一个特别的来的 它有可能是Best Engineering Major OK 那Best for Engineers Best Library 最好的图书馆 它还有就是Best Tempest 然后包括说它有Best Dining Hall 所以它包括到你的整个college life的方方面面 这边的话给大家解到的是一个一部分 就是这个最好的science lab 最好的实验室 我其实会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买一本这个书 它的书其实不会 那它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一些article 它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article 会包括说学校的学生的一个review 然后另外的话 它还有一些从admission officer 这一块来的一些review 包括说对学校的一些介绍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princeton的review 那说了这么多ranking以后呢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用这个ranking OK 所以其实ranking这个东西的话 首先一个 在你真的去看这些ranking的时候 学生需要知道说他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多 一进来就说 我要申请top 30 school 我要申请top 50 school 那你到底知不知道说 这些学校里面 你是想要大一点的学校呢 小一点的学校呢 私立学校呢 公立学校呢 还是说你的major 你是想要engineering好一点的呢 还是说你要humanity好一点的 所以在你看这些的时候 就像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 那major这个东西 在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这些东西你都要考虑到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ranking list ranking只是给你一个reference而已 就是overall这个比如说 US news这个 overall这个学校的学术环境是什么样的 OK 那你再去看你每一个major 有没有offer你想要的东西 OK 然后你再去调整你的计划 那比如说一个学生 他有一个initial verse出来 我可能想要这些 那你还要去了解每一个学校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看UCLA 这是我们最popular的UC 当然也是现在最难进的UC啊 我这么不笑的 那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说 每一个school 它的这个admission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在这边大家可能会 一眼看过去最高的是哪里 music 哇 它这个acceptance rate是19%啊 可是你看看 它每年apply的也就那么些人 而且music的话 它的这整个的admission process 是和其他的major不一样的 OK 它有一个proposal在里面 那你再看最难的是哪个nursing OK nursing的这个acceptance rate是2% 这是多难进啊 这相当于这个medical school 这个B Stanford还难进啊 它这个nursing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 你这个overall ranking 和难不难进这个学校的关系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再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letters and science 那这个letters and science 是一个非常大的school 那它的比例是14% 算是整个学校里面 中中间间的那种稍微好一点 比engineering 比nursing 要那么稍微容易 那么一点点 OK 那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要对学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然后才能再去想说 啊 这到底是 我能不能申请进去啊 我是不是要要要换一个strategy OK 那carnegan mallet 因为其实很多学校 有很多学校 它不会放这些数据在网上 就是说每个专业的录取的情况 那carnegan mallet是有放 那carnegan mallet的话 刚刚也介绍到说 它的cs program 它的undergraduate cs program 是排名第二嘛 OK 虽然说它整个学校的排名 并没有在 并没有在top 20里面 但是你看我们看到这个scs 就是这个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它的这个acceptance rate是7% OK 这个录取率是非常低的 非常难进的 那再看看 呃 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又看到了 诶 college of fine art 呃 怎么怎么怎么会 怎么怎么会有这么高的acceptance rate呢 也在 again 它的它的standard是不一样的 OK 它的admission process是不一样的 那呃 这边的话 呃 information system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 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很想进行cmu的话 但是又不够competitive OK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在学习 学校的时候 你的你要看ranking 你要看major OK 然后再玩了以后 你还要对自己有个 有一个overall的一个assessment 那如果说 在早期学生在做planning的时候 你觉得说 啊 我CMU 我就是想进那个CMU CMU的那个 那个computer science 这是top 3的program 那你再来看看 它的acceptance rate 7% 7%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 非常selective 它可能比 它比这些 Ivy的一些 overall的这个 这个这个的 access rate 还要低 那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 你到底 够不够competitive 这个就需要你 从大概9年级的时候 甚至 你可能middle school的时候 就要开始 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比如说你的knowledge方面 你的research方面 你的activity方面 全部都要跟上 那不是说 12年级的时候 哎呀 啊 今年的US news ranking出来 因为它每年都是下半年了 US news ranking出来 我来看看说 哎 这些学校我要进top 30 OK 我的成绩 成绩其实挺好的 但是 但是你的activity 够不够跟得上 然后你有没有那个竞争力 这个就需要你 从头开始 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OK 所以这边的话 给大家建议的话 就是说 12年级的时候 你需要有 有一个strategy 来申请学校 但是在这个 如果你真的是 你的goal是非常高的一些 top school的话 那你的准备工作 其实是要从小开始 OK 最后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要start 今年的话 就已经 就到这里了 OK 好的 谢谢陈老师 接下来就是这个 Q&A的环节 第一个问题 Besides US news What other ranking organizations are reputable and useful? 其他有没有什么机构 也是比较好的 在大学排名 有推荐吗? 我们刚刚已经过了三个 一个是 一个是PayScale 一个是Prinston Review 那这个的话 三个是有不同的 测证点的 完全不同的测证点 那看你 如果你是 注重学术的话 US news OK 如果你是注重 你毕业以后的 这个薪资的话 那就是PayScale 那如果性价比的话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 还债能力 你的这个付的学费 包括说 你之后的一些 回报 你注重这个的话 可能就可以 我会借你 看Money 那最后 Prinston Review的话 会给你的 倒是一个 比较细节的 一个Best Score 然后另外的话呢 比较用的多的 可能像Forbes 它也有 它也有Ranking 也还OK 还可以 当然用的没有US 就是那么广 它也是比较 也是偏 overall 好的 好 下一个问题 有学生问 这个CMU 转专业容易吗 或者是从这个IS专业 转到CS专业 可以吗 理论上可以 实际操作 很简单 对 转专业一般是 就是你要看 你想转的这个专业 有几个人出来 然后他才可能会有几位 不会进去 所以整体来讲 转专业的话 会比在你大学 申请的时候 几率相当要 再小一些 对 哪里转专业容易 MIT转专业很容易 但是当然前提是 MIT才是提供给你 这个条件 都让你转专业 对 像我们上期讲到的 那个Berkeley 可以选很多很多专业 我们那个学生 讲座的嘉宾也是 他在Berkeley 就选了很多的专业 所以 最好还是可以一次性的 选到自己合适的专业了 好的 下一个问题 OK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 有家长问这个 请问讲座中提到的书 是不是 The best 386 colleges 2021 in depth profiles and ranking 这个是他新出的 对 就是这个 Princeton review的新出的 书 就左上角 这个 对对对 那就是嘉宾说的这个 然后 ebook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我现在高三 明天申请大学 明天 应该是明年吧 明年申请大学 SAD subjects 建议考吗 建议 还是建议 如果有的话 这个咱们上个星期 应该有说到 就是说 UC的话 像UC的话 他已经说过了 是说 虽然说 比如Berkeley 他现在test plan 但是 如果你想申请engineering 这样的 competitive major的话 SAD AP 都是optional OK Optional意思就是说 你submit 他会看 他看了以后 如果你很好的话 就是对你是一个加分项 对对对 现在这个test blind 和test optional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好的 下一个问题 艺术和设计类 在哪个ranking 比较可靠 是niche.com吗 niche的话 艺术和设计类 我建议还是看US news niche的话 其实我用的是比较少 niche是一个完全based on 它大部分都是 它的非常重的比例 是在这个学生的打分 包括说 他网站上的一些review 那愿意去 比如说 我想想看说 什么人愿意会愿意去 去写这个review 去主动去网站上评分 either体验很好 或者体验很差 对所以niche我用的 其实是比较少的 我建议如果你是艺术类的话 我觉得可以多看看 这个US news 然后包括说 你要学艺术的话 有个national portfolio day 它如果有virtual event的话 我会建议学生 参加 因为那个话是 你了解艺术类院校的一个 很主要的方式 OK 好的 下一个问题 这个CMU和UC Berkeley的CS 或者是WECS 哪一个更强 录取难度和就业 就是从录取难度和就业角度考虑 CMU的CS更难 更难一些 从他的录取和他的这个就业角度 就业咱们不知道 OK Berkeley的就业应该不会是问题 那Berkeley还有一个优势在哪里 它的location是一个优势 嗯 对 它毕竟在弯区 对 但是从录取难度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CMU肯定是难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学业的压力的话 两个都挺难的 不过就我的了解来说 CMU是很简单 嗯 OK 好的 嗯 家长问啊 这个 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ranking如何 它的排名怎么样 可以用 其实 这些 像这个 然后 它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 它算是一个 US News Arrogate 对 OK 好的 下面有一个 家长在问 就是 Should we submit SAT scores at all to UC if they are test blind? 有的 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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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几个单独的 campus 是 optional 还是 是 是 不是 所有的 campus 都是 是 test blind 现在还是 没有啊 嗯 so far 当然 我们 也许 过来个礼拜 它会有一些 update 现在是 一天一遍 全部 up in the air 对 OK 好的 那请问 同一科目 比如物理课 是AP物理 拿五分 还是在 community college 修 什么课 拿A的 还几两个高 这两个完全 不一样的概念 拿A的话 它会影响 你到你的GPA 然后 你物理 拿五分的话 它 会影响到 你的是 这个 当然它也是 一个show 你的proficiency 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的 它有一个 影响 它不会影响 你的GPA 但是它会 帮你 wave掉一些 undergrad的 一些课程 OK 好的 我们刚才 我们有家长 说刚才 没有听到 说CMU的 这个 CMU Music acceptance rate 是多少 来着 CMU的 music 大概是 这边 这边 我好像 fine arts 这边的话 我没有放 fine arts 因为它 有个单独的表 就是它 它比 那个CM 要高 好 下一个问题 volunteer hours 重要吗 还是只是要做到 50个小时 就是可以 50个小时 想进这些学校 是不够的 50个小时 应该是 这个家长 基本的 学校的要求 对 学校的要求 对 而且volunteer 这个东西 注重的是一个 long term 对 就是要常年地 坐下去 但是 你说 时间都安排在 volunteer上 也不行 它只是 科外活动的 其中一种 所以 科外活动的 另外的 那些种类 也都要涵盖到 是的 而且现在的话 大家都 虽然都在家里 但是其实 还是有各种方式 可以做volunteer 对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需要一个consultant了 OK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如果孩子 对不止一个专业感兴趣 比如business和cs 什么样的学校 比较合适 什么样的学校 不合适 没有绝对的不合适 但是的确是 有些学校 是非常合适 首先一个 有很多学校 现在offer一些 combined major 比如说 berkeley 它有engineering 和这个business 有合作的一个项目 那包括说 像这个 northeastern northeastern 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combined major 你可以排列组合 其实很多大学 都会鼓励学生 学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 好 那下一个问题 CMU的CS 比berkeley的CS 难读吗 谢谢 而且大学招生官 喜欢看的高中生 是多多在 community college 修课 并且拿到A吗 CMU的CS 非常难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berkeley的CS 其实也不简单 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场 engineering的讲座 我记得吧 然后我们有请一个 从berkeley来的 那个 那个印度小男生 那个他是学的CS的 他其实有说到说 他其实有一些课 其实在berkeley 也非常艰难 而且我自己的话 我有朋友 是在berkeley 毕业的 他们有一些教材用的 其实是和MIT 是一样的 当然可能要 depends on professor 那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对不起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 大学招生官 喜欢学生 在community college 拿很多课吗 在你能力 可以handle的情况下 你稍微拿一些课 比如说 可能是比较 divine的课的话 当然是有一个 好的印象 当然是在你能力 允许的情况下 对 不要说 你顾到了这一头 然后把那一头 给忘掉了 对 另外一点呢 这个拿课 并且得到A呢 它还是在这个 成绩方面的一个 提升和体 体现 所以 但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课外活动啦 还有这个标划考试啦 AP课 这些都是 考量的重要的方面 所以其他方面 也不能忽略 也不能把精力都放在 修一些很难的 community college课上面 对 这个我同意 因为很多人 对AP 或者这个 college课 有一种痴迷 就是觉得说 哎呀 我一定要上很多的AP 但是你要想到说 你的课业压力的问题 这么多课 这么多home 这么多assignment 包括这么多考试 你要handle 你还有时 有没有时间去发展 你其他的东西 像activity这方面 尤其现在test optional 这是一个趋势 其实 那在这方面 其他的方面的话 你能不能跟上 对 那没有test了 你其他的 你的activity 都是一个展现 你自己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嗯 对 是的 是的 需要一个well rounded 这个学生才可以 是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 现在疫情 有什么线上的这个志愿者 或者科研推荐吗 这个就广泛 太广泛了 这个要因人而异了 还有专业了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单独的聊 呃 呃 volunteering hours 是不是拿到 呃 presidential award 才有帮助 呃 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个不是 这个不一定 这个真的不一定 呃 当然你 你能拿到那个award的话 首先就是 你真的是做了非常多 这个是肯定的 呃 但是其他的很多volunteer 他可能并 有一些机会 他不会 没有办法去帮你申请到这个award 他还有一些 包括你自己的 如果有 有一个 有一个organization 有自己自发的一些volunteer的话 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机会 去展现你的commitment 对 是的 这个有没有帮助 其实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 在你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的整体的这个 呃 条件 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award 那只有这一个这个volunteer hours award的话 那可能他的作用会比较明显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申请者 有更多的一些national 或者是regional的 其他的leadership的award 那你这个相对来讲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和有帮助了 所以 嗯 这个只能说是award其中一种 好 那下一个问题 ap bio考了两分 建议是cancel这个成绩呢 还是递交ap分数 呃 是要把之前ap考试的成绩都交吗 不用report ok 那这个还是要把之前的分数 考试的成绩都交吗 不用不用 你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你不需要讲ap的那个 呃 你考的好 你可以你可以report 但是你其实不用记得report 但是如果是两分的话 你就当它不存在好 ok 那如果 我想再问啊 那如果是学这个biology专业呢 没有考好 你不教了吗 这个可能会对你有点影响 因为毕竟你如果你有ap课的话 尤其如果你有ap课 没有考试成绩的话 大家也知道说你可能没考好 确实是这个 其实大学啊 他们也非常精明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或者怎么样 他们都知道具体是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不提交 所以如果能够 对尽量是要充分的准备 然后并且考呢 一定要考好 是 好 下一个问题 还是问这个CMUCS major 然后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CMUCS major Berkeley WECS and UCUI 应该是UIUC吧 CS CMU最难 对吧 如果Berkeley是E的话 那是很难 ok 但是很遗憾 Berkeley并没有放这个数据 在网站上 那如果是UIUC的话 稍微会简单一些 嗯 ok 对 毕竟排名在这里摆着 对 所以就是大家说 如果是难度的话 大家真的是要去看major 不是说overall 它这个天差地别 各个专业之间 ok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孩子在说 帮助其他孩子 这种没有机构认证的活动 算volunteer的时间吗 如果是怎么记录 你不一定会算volunteer 但它一定是你的一个activity 嗯 对 像这种呢 一般也可以自己记录 就是如果说他们没有一个系统的那种认证的记录的表格的话 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对 你可以积极说自己在上面到底花了一些多少时间多少精力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你一个自发的一个小小的活动 但是不一定说能够拿到这个volunteering号 嗯 ok um what is the possibilities to add another major with music major admission to CMU 看来今天很多人申请这CMU music啊 对啊 这么多这个跟music相关的 这个 你说add major 那你如果要add major的话 那就是进学校以后的事情了 ok 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讲座就到这里了 屏幕上方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家长后续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email电话或者是加我微信 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那今天感谢陈老师的讲座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继续跟您不见不散 谢谢陈老师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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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